我拍不到 祝你們有奇妙幾天 Wish you have a magical day Hello 大家好 我是Kate 林洛兒 今天想帶大家去迪士尼 但就是走過去的 今天的旅程我們會經過吸水門大橋 還會去到看花瓶石 最後還會躺在一個很漂亮的滴陰湖草地上 開頭條路是挺簡單的 但後段就會有些挑戰 事不宜遲祝你有奇妙的一天 出發 大家可以隨便坐一輛機場的A車 去到青嶼港線收費站下車 然後就向著吸水門大橋的方向走 大概5分鐘左右 你就會見到一個分岔路口 右手邊就去不到看橋底 但左手邊就可以 所以我們就走左手邊 走了大概15分鐘 就會來到吸水門大橋的橋底 現在我已經在吸水門大橋的橋底 如果你剛才走左邊的山樓 就看不到橋底的景色 所以大家可以在這裡打卡 但拍完照之後很快點離開 因為我們整條路去到滴陰湖 都要4至多小時 打完卡之後 你看到右手邊有一條小路 走進去之後沿著綠色欄杆的樓梯 一路直上就對了 你一旦走上這條樓梯 就看到吸水門大橋的景色 是越來越開陽的了 好 我們跟吸水門大橋拍完照之後 就要繼續出發了 沿著這個綠色欄杆的樓梯 就行了 有follow我開我IG的朋友 應該都知道 我那雙遠山鞋 就在家門口洗的時候 就無緣無故被人偷了 那我就買了這雙新的 但那雙鞋我在日本買 我超級喜歡的 很生氣 沿途你會看到兩個涼亭 如果你帶小朋友來 你就可以跟他抹看 休息一下 因為之後的路 我們就要上山去找花瓶石 消耗的體力也不用 好了 走到這個位置 你看到有個牌寫著花瓶 迪士尼和欣澳 我們就向這個方向找花瓶石 走多一會 你就會看到草灣碼頭和沙灘 這裡當然有一個白色的打卡燈塔 給大家拍照 大家可以在這裡休息一下 喝一口水 因為接下來的路 就真的要上山了 之後穿過草灣沙灘之後 再接上綠色的欄杆 繼續走 沒多久 你就會看到進入花瓶石山路的入口 走到這裡 大家要小心留意右手邊 然後我們看到右手邊 有個牌寫著 花瓶迪士尼一號 跟著這條山路上 就會上去花瓶石 走到位 上花瓶石的路 一開始都是樓梯級 都算是挺容易的 但之後就會有一些黃禮石 雖然不至於需要手腳並用 但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不要滑傷 到了 就是這塊花瓶石了 我這麼快就已經到我後面的花瓶石了 其實總共都好像用了15分鐘都沒有 就已經上來了 但就因人而異了 這塊花瓶石 其實我橫看怎麼看 都不覺得像花瓶 反而側面有點像一隻狗仔 還有我後面會看到一個極度開揚的吸水門大橋 或者我現在放的河帕給大家看看 看看你覺得它像什麼 好 好了 我們現在玩完河帕就離開了 那就拜拜花瓶石 拜拜 是不是夠像一隻狗仔呢 那個醉 離開花瓶石之後 其實只有一條路可以繼續去花瓶頂 跨過了這堆石級之後 就是完全沒有借無厭的路 這段路不算難走 但勸大家還是戴帽帽 否則真的會曬傷 走一段這些瓶路之後 其實你見到我左邊 就是去花瓶頂 上面有個標高柱 花瓶頂那邊去到青魚收費廣場 但因為我們的終點是敵一湖 所以你見到這裡有一條小路 我們就走這一條小路 就下滴金湖 接下來這一段路 就是難度升級的路徑 因為它是爆林 沒有路牌 就是靠絲帶 所以大家量力而為 如果你是沒有爆林經驗的話 我建議你們都是走回 上花瓶頂 然後下青魚港線就OK了 整段路我想都兩個多小時應該結束了 但我們要挑戰自己 GoGoGo 開始跟著絲帶和我去滴滴來了 喂 今天的天氣真的很舒服 大家看看天氣 真是美得不得了 因為全程都沒有遮掩 其實是山隻路 所以夏天走應該會曬死 但秋天走很舒服 我經常走山很無聊 我分享一些東西給你知道 我聲音是很多變的 我可以裝很多種聲音 例如迪士尼 聽著 祝你們有奇妙的一天 Wish you have a magical day 哈哈 我本身好像很像 我本身好像不像 或者是 我以前曾經做過傳媒 我就要幫一些 漫畫配音 就要裝一隻倉鼠的說話 那倉鼠說話是怎樣的 就是 今天我要跑一部很厲害的比賽 我一定要拿第一 因為不拿第一的話 我還會被同伴看死 是不是老闆 是不是很多變呢 哈哈 我還會裝立不小心 聽著 立不小心 結束 最後你看 thankfully casi raz 我還是會裝一些什麼 或者裝一些 不想不到 你們想我裝什麼 我下次試試裝 真相認 你見到滴陰湖就是那裡 我們現在又在走鮑林 這段路要很小心因為它真的極斜 小心點 走 這段路其實是否叫做鮑林 因為它的草和樹都是在我膝蓋的位置 而且這條路真的很清晰 但我們也不可以忽視 走下去的時候確實是很斜 大家要小心點 不要滑倒不要弄傷 跨越了一個山頭 最後終於進入森林 這個位置真的要找絲帶 但它的絲帶也很新鮮 很鮮豔 找也不是難事 這裡好有趣 全部都是竹林 繼續跟著絲帶走 這絲帶很新鮮 這個位置超綫 這個位置 其實扶著竹也不... 等一下 怎樣看好了 我拍不到 等一下 嘩 嘩 嘩 其實這些竹也不應該扶 因為它是不穩的 要快 這些位置 要快 當你看到這些大石頭 和聽到溪流聲的時候 這裡已經接近尾聲 但千萬不要輕視 因為石頭是不穩的 出路了 好了 我們終於離開了鮑林 其實我右邊已經是迪士尼範圍 剛才我們就在這堆石頭走下來 下到這裡之後 沿著這條樓梯 一直直下 就應該差不多到第一回 我從那邊過來 中間會有些沼澤位 會有些濕的 那你盡量找些平一點的路 或者一些草叢高一點的踩上去 就對鞋子不會濕得那麼厲害 那就要爬爛進來 好像野廠滴滴里的感覺 在這裡呢 有個閘櫃的 在這套出回去 它鎖了 但我相信我都應該出到去 說很快 我們就已經到迪欣湖 這次的旅程 就是以一個這麼漂亮的湖 和這麼綠柔柔的草地 去作為終結 我總共用了四個小時的時間 其實當中我都放了不少 例如我在花瓶石那裡 都睡了一會 放了一陣飛機 那如果是 大家如果中途沒有那麼多休息 其實可能四個小時 都應該不用 但中途去到鮑林的位 後段是真的有少少難的 所以大家要自己小心點 量力而為 到最後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記得要訂閱我的頻道 再按旁邊的鈴鈴 或者給個like 我再share出去給你的朋友 那我 下次的相片 你就會第一時間收到的 不如我們用 迪欣湖的行拍來做終結 拜拜 我現在充電器在空中 因為我要等地鐵精火 我等到它沒有掉 我下次再見 你還會一直再給我 我又不會炫掉 你快拍去 你快拍了 oo 乖 感谢观看